今天Betty媽媽教我們做太爺雞 究竟是怎樣的呢 Betty媽媽 你介紹一下材料吧 很簡單 這是雞、薑、蔥、生抽、老抽、酒和冰糖 最重要的步驟是融化冰糖 這樣才能做出風味 我們現在開始了 先把冰糖放進去 讓它開始融化 讓它融化到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把雞放進去辣 糖就這樣放到它自己會融化嗎 沒有 因為開了火 那就不用加水 我們做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為何我們要用冰糖呢 因為冰糖做出來的味道是清甜的 清甜 你用片糖也可以 千萬不要用砂糖 砂糖是不溶化的 你要加水絲肉 我們將它乾燒 它就可以做出焦糖的效果 做出來的雞是零食味不足 但我有一個難題 就是有時候豉油雞不上色 不上色 我已經做了老抽 也不夠黑 不知為何 第一 你的豉油 你買甚麼顏色 你買深色的老抽 最重要的是 我們用糖上了皮 它稍後會很熟 噢 原來是這樣的 你見到有些 開始融化了 那你融化 讓它差不多融化了 七七八八 金黃色 轉了才做 嗯嗯 它開始融化了 看到嗎 對 看到很快很快 它要先用七七八八 首先我們先用雞壓一壓扁 壓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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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才做蚊子一樣 我又學到東西了 肚子向上 對嗎 向下 我又很粗魯地對待它 對 壓扁 壓扁 你看到糖是融化嗎 是的 我們就可以關火 關火 關火 給你看看糖 全部是酒的 金黃色 嗯嗯嗯 我們就可以放雞進去 就這樣放雞進去 就這樣放雞進去 這樣先放進去 好 這個步驟關火 關火後才放雞進去 關火後才放雞進去 好 這樣倒一點 哇 好漂亮 這個顏色 好漂亮 先把糖再放 看 對 真的 這樣也不會黏著 很好的 這個少許 放雞進去 好漂亮 對 這樣已經有顏色了 對 這樣做完了 這樣做完了 這樣就放薑蔥 薑蔥 好 這樣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好 我把它弄勻這樣 這樣 那蔥呢 嗯 蔥呢 剝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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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放醬油 好 那隻雞呢 這樣移動它 讓它吸收所有的糖 不少少 在邊邊放 還是淋在邊 對 那邊放醬油 那邊放醬油 生抽 對 酒 我看你酒的份量都挺多 對 因為它們越多酒越香 真的香 對 這樣就蓋上它 嗯 嗯 開了一粒 開火 嗯 它有煙出了 我們就焗小火 焗小火 那隻雞那麼大隻 我們做15分鐘就可以了 15分鐘 對 15分鐘就能吃 15分鐘就焗一會 那一會兒我們會把醬油上色 嗯 嗯 因為它焗的時間 所以那隻肉很滑 嗯 就不需要煮那麼久 對 難怪我做醬油雞的時候 可能我經常煮它 對 你們不懂 對 整天不懂 整天不懂 將它是用大火煮 其實它這個有煙出 這裡有些汁滾起 我們就可以調小火 嗯 那等待一會 好 開火等它煮起 嗯 好了 我們這個煮15分鐘就可以了 15分鐘 它有水蒸氣出來 有少許煙出 是呀 我看到 就是告訴你裡面的汁滾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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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調小火 嗯 哇 很快再15分鐘了 開蓋了 好呀 你看它還未化妝 是呀 那我們現在可以上色 開火 嗯 這樣就淋下去 我們可以先隔起蔥 不用妨礙我們淋 嗯 其實蔥很香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淋呢 你煮滾去的豉油 嗯 因為我有糖 你煮滾去的豉油就會開始稠 稠的 稠的顏色上都很漂亮 嗯 這個步驟最重要 這次就是這樣淋淋得很軟 對 顏色都吃光了 對 對 那這裡就多了 聞 嗯 其實我們不用管那隻雞 多重 多大 多小 就是那個時間 15分鐘 有分的 有分的 對 這麼大隻呢 可以煮15分鐘 小一點 筋半的那些呢 可以煮12分鐘 嗯 因為今天這隻也挺大的 要煮久一點 對 這隻雞又大又漂亮 淋在表面 然後再吸收它的醬 對 開火煮快一點醬 快一點結 嗯 一淋它就會上色 嗯 現在醬汁就會滾起 是 對 醬汁是不是更稠 稠了 稠了 對 對 這樣會不同一點 顏色馬上融入 對 是不是開始稠了 稠了 我看到 對 那你做這個菜 你也要努力做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融化了冰糖 融化了之後 就辣一隻雞 對 然後就倒了 酒 生抽 老抽 還有酒 還有 酒 對 如果你就這樣 全部倒進去煮 就要豉油雞一隻 我們今天做 這個叫做太椰雞 它有它的風味 就是靠我剛才用的糖 好 當然 你想要濃味一點 那你便放八角 嗯 再加一點香料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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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糖 的感覺 最重要是剛才用糖的步驟 嗯 看豉油又想吃飯 對 又想吃飯 還要拌一下醬汁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我們今天的太爺雞 就是這樣完成了 多謝你 Betty媽媽 多謝 多謝 好 多謝 嘩 接著 我要求薄 來 抹茶 我們 可以 好 感谢观看